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陈丽。 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坐火车更节约时间。 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 速度,速度,甚至,甚至,节约,节约,距离,距离,公里,公里,因此,因此, 气候,气候,区别,区别,温度,温度,差不多,差不多,暖和,暖和。 这个字还可以读合。 叶子,叶子。 不过,不过。 可惜,可惜。 抱歉,抱歉。 本来,本来。 偏,偏。 材料,材料。 一偏材料。 变,变。 读三变。 read three times. 交,交。 OK, let'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 甚至,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 有时乘坐火车怎么样? 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 为了节约时间,她甚至没吃午饭。 为了节约时间,她甚至怎么样? 她甚至没吃午饭。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话。 Let's read the first passage. 现在火车的速度非常快。 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 因为一般来说,一般来说, generally speaking, 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 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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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closer。 。 好,现在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火车的速度非常快。 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 因为一般来说,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 好,现在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好,现在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时乘坐火车甚至比乘坐飞机更节约时间? 因为一般来说,去火车站比去机场的距离要近得多。 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 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 因此。 因此比所以更formal,更正式。 中国南北距离约五千五百公里。 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 他一直按照经理的要求做。 因此经理非常满意。 不过。 不过可惜的是,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 你问的问题不能太复杂。 不过也不能太简单。 不过也不能太简单。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话。 中国南北距离约五千五百公里。 南方很多地方冬天一点也不冷。 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 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 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 树开始长出新叶子。 路边的花也开了,非常漂亮。 所以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出发去南方旅游。 不过可惜的是,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 孩子们少了玩雪的快乐。 Now,normal speed。 中国南北距离约五千五百公里。 因此南北气候有很大区别。 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一点儿也不冷。 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 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 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 树开始长出新叶子。 路边的花也开了。 非常漂亮。 所以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出发去南方旅游。 不过可惜的是,南方很多地方冬天都看不到雪。 孩子们少了玩雪的快乐。 看看你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南北气候区别大不大? 区别很大。 南方很多地方,二月份暖和不暖和。 很暖和。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Now let's listen to a dialogue. 先看问题。 Let'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A,女的刚回来。 B,她们在机场。 C,男的很失望。 D,男的要去上班。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 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 真抱歉。 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 没关系。 我打个车就回来了。 很方便。 你那篇材料写完没? 差不多了。 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 那你快写吧。 写完早点休息。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男句。 Let'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 真抱歉。 真抱歉。 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 我本来想买两张票。 没想到只有一张了。 我再检查一遍。 我再检查一遍。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 让我们再听一遍。 请再听一遍。 真抱歉。 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 没关系。 我打个车就回来了。 很方便。 你那篇材料写完没? 差不多了。 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 那你快写吧。 写完早点休息。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现在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女的刚回来。 好,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速度、甚至、节约、距离、公里。 因此、气候、区别、温度、差不多、暖和、叶子、 不过、可惜、抱歉、本来、偏、材料、一篇材料。 辨。 这篇材料我读了两遍。 焦。 今天我们学了气候。 北京的冬天非常冷。 温度常常在零下。 你们那冬天的气候怎么样?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 请尽量多用我们学过的生词。 再见。 下次可见。加油! 请不吝点赞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